金虎年开工日台股赢红盘 早盘大涨超过150点 一度收复17800点关卡 创下一个月来最大涨幅 护国深山台积电开在644元 但是上涨力道有限还一度翻黑 不过统计过去九年台股农历年后开红盘 机会高达七成 平均涨幅0.27% 显示资金归对意愿提升 有望再攻万八 但是会先有一波震荡 利多方面电动车产业烧来好消息 鸿海吸收的美国新创品牌 打造的电动货卡有望在下半年交货 量产速度有机会超越特斯拉 也带动鸿海开在102.5元 早盘维持在平盘之上 另外年后飞瓶阵营 心机连发 三星Galaxy S22跟OPPO Reno7即将上市 带动联发科大力光 以及散热厂双红和抽中等台厂供应链吃补 不过去年底涨翻天的元宇宙概念股 随着脸书Meta股价大跌 也开始引发投资人担忧 分析师认为大跌是回归基本面 未来展望基本面会逐步跟上 但是需要时间至于散户金虎年股市又该如何布局 今年的选股跟去年选股 比较单一选股跟今年可能分散选股会比较不一样 然后类股轮动的速度会加快 油价的部分会带动整个油料相关族群往上走 然后基础建设部分钢铁 硕画纺织 分析师建议像是金融原物料航空族群 下游电子PC族群 以及51档高值利率个股都可以多多关注 也代表选股不选市的时代已经来临 TVN新闻张敏如说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